威尼斯当地时间久留为完,作为本届电影节和主竞赛单元的影片,丹麦女孩的众主养人一一亮相平台,说起来最出风头的当属陪妻子艾梅伯·希尔德前来的约翰·黎德普了。 不过虽说这扶上扶随的画面非常吸引眼球,但真正享受闪光灯簇拥的该是本片的男主角,近近奥斯卡影帝被称为小雀斑的艾迪·雷德梅恩。 根据《真人真事》改编的电影《单位女孩》主要讲述了男主角在画家妻子的怂恿下装扮成女人,为其当模特,最终在妻子的鼓动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手术改变自己性体的人。 在中午的发布会上,小雀斑艾迪·雷德梅恩也向大家透露自己为了演好该角色而做出的努力。 威尼斯当地时间九六五完,作为本届电影节和主竞赛单元的影片《单位女孩》的重主养人, 一一亮相平谈,说起来最初风头的当属陪妻子艾迪·雷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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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· 在中午的发布会上 小雀班艾迪雷德梅恩也向大家领求 但真正享受闪光灯簇拥的该是本片的男女角 亲近奥斯卡影帝被称为小雀班的艾迪雷德梅恩 根据真人真事他透露自己为了养好该角色而做出的努力